今天是2023年11月17日星期五 根据之前的预告 今天是迪斯尼动画百年庆典 即电影星院中国首映礼 而作为迪斯尼100周年动画 嘉年华歌曲奇异乐章的演唱者 周深也受邀参加了本次活动 同时也参加了走红毯活动 周深身穿白色西装 好似迪斯尼童话里的可爱小王子 而且古灵精怪 为了配合大家拍照还原地转圈圈 另外周深还现场模仿了 迪斯尼经典动画形象米奇走路的样子 不得不说确实非常可爱 于是话题周深模仿米奇走路 也登上了热搜榜 除此之外 在首映里采访环节 周深还透露了今天的新舞台和新歌 这首歌曲不仅是周深史上难度最高 同时也是现场无法演唱的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应该就是迪斯尼新歌 I'm Star 小编简单的听过一点 这首歌曲确实不一般 听起来感觉很难 但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 简直看声英文版的达拉崩吧 因为在这其中 合影很多 角色也很多 还是一起期待一下吧 接下来是中国电视报的特刊电子版 发布了一篇关于中国民歌盛典的报道 大家应该都记得周深也参加了当时的节目 而且还解锁了新雨种 冻雨 也唱了一首贵州名歌 胡雨天 这件事情被大篇幅登上了中国电视报的特刊上 周深的影响力又蔓延了 最后 明天将会迎来奔跑吧生态片的首播 官方还发布了宣传片 确实很美 一起期待一下明晚8点10分的正片吧 周深的新歌 新节目 你感受如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见人的心